我发现其实在这个冲突的现场 有川粉就高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难道台湾就成了川粉认证的川粉国了吗 不止如此美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将在13号访台 恐怕在得罪拜登跟对岸 前新闻局长钟晴就突袭了AIT 大喊拒绝政治垃圾来台 川普制舍6号攻进美国国会大厦 镜头拉近来看出现中华民国国旗 全世界几百个国家川粉只拿美国和国国旗 从不会为川普出气 难道台湾成了川粉认证的川粉国 台湾挺川普反拜登仿佛成了撕不掉的标签 但此时却传出川普要派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13号访问台湾 但这位大使的任期直到这个月20号 拜登早提名其他人当下任大使 台湾喜滋滋想接待川普的大使 会不会再度得罪拜登得不偿失 克拉夫女士到台湾来做没有意义的访问 拒绝莱猪和所有政治垃圾来台湾 前新闻局长前进AIT要美国别送台湾这只垃圾 学者职业会要台湾的命 我认为川普刻意利用这个事情去炒作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 引起北京的气最后可能会要了台湾的命 民进党的台美关系大内宣被拆穿 只是徒有被利用的勇气 记者董悠俊成经理台北 赞不报道